23号是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的日子 在这个当局不断封锁的消息情况之下呢 还是有很多有关于这个人道危机的消息 不断的流出引发争议 那么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个日前已经有相关官员 透露说这个封城的决定 当时一个月前呢是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所做出的 那么究竟这个决定我们从这个公共卫生或是人道角度来看 它究竟是对是错 那么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之后 目前最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武汉的居民 一定要通过这个现场的电话呢 跟我们发回最新的消息 让我们能够听到武汉的声音 我们的电话是00852-3560-00852-3001-7560 好的那么今晚我们在美国之音 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呢 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 是美国陆军的退役指挥官 同时也是退役的二星少将 曾经是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 有公共卫生的这个学位的张立平将军 张立平医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 张将军张医师欢迎您 董灵你好 各位远地的观众大家好 那么因为这个张将军张医师有这个实际 参与过这个医疗外交 还有这个很了解美军内部防疫指挥的状况 稍后我们可以分享美军的这个经验 不过首先要回到刚才我们提到了 今天23号是这个武汉封城届满一个月的日子 首先就要请教这个张医师的是 现在我们一个月之后 回过头来看一个月前 习近平做出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定 从这一个月来 我们看到很多武汉这个内部传出来的情况 虽然这个讯息是高度的封锁 还是看到了很多内部的情况 我们有个真意也有很多这个第一手的讯息 您认为回顾一个月来的发展 当时习近平下这个封城的决定 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很多决定的细节我们不清楚 但是从基本上来讲 武汉的地理位置它连同九省 而且这个时间是在中国农历新年的前夕 所以在基本上来讲 隔离就叫英文叫quarantine 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去围堵这个细菌的发散 尤其是过滤性病毒 叫做这种病毒 但是古汉封城的规模之大 是前所未有 这个在人类的近代史上 我还找不出任何其他的潜力 但是这个1100万人的城市 被隔离封锁 需要很多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资源 思考 这东西都是要很大的准备 但我就不知道 这个武汉封城的决定 是在多少时间之内决定的 而且中国大陆本身 对于这种隔离 公共卫生隔离的这个政策 演练 以前有没有过 但是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 最重要基本上来讲 如果这个病菌已经蔓延那么快 那么广 封城基本上的决定是对的 但是细节上还需要多多研究 所以我认为是很重要就是 这件事情 所有专家学者在中国大陆 甚至于国际上 可以拿这个武汉做一个案例 来继续追踪研究 发现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为以后的参考 可以告诉你 这个大流感这种东西 今天不会是只发生这一次 各位知道2002 2003年SARS 已经过了十多年了 没想到现在又来 因为人类的交通越来越发达 这个通讯越来越进步 这细菌的传染也越来越容易 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 就是继续研究它 了解它 现在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 不只是中国学习到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习到 所以公共卫生专家 都可以从武汉这一次 封城的经验 得到很多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教训跟学习的 学习的这个势力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假想 这是一个真正事情发生了 所以关于物资的补给 后勤的资源 然后那个战略物资的 灾难物资的供应 这种东西都是我们可以 互相研究的 当然就像这个张将军 张医师所说的 现在中国还是一个 我都在学习的武汉 但是武汉人民 他们正在面临的 却是一场人道的灾难 从不断流出来的消息 我们看到了 不仅是医疗资源的不足 甚至有可能出现食物不足 甚至是饥荒的情况 在医院里面 我们看到悲惨的情况 是这个病床严重不足 所以说可能病人 都还没有完全的治愈 可能就要应付下一批 送进来的很多的病患 这个病床的流转 很多的这个家属 都很为自己的 生病的家人感到着急 像还有你刚刚提到 这个后援这个补给的物资 我们看到物资不足的一个情况 甚至是饮水食物等等 那么从美国的经验来看 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武汉 或是中国政府做借鉴呢 因为其实美国应该是有一个 所谓的常备的防疫军 然后包括紧急救难总署 FEMA都是平常参与到 这些事务当中的 尤其是这么大 像您说史无前例 1100万人的大型的封城的话 您觉得美国或是美军这边 还有什么经验 可以给中国的政府 作为借鉴呢 基本上来讲 美国的 这个要回到历史上 美国以前也没有 这么样好的公共卫生 系统跟这个组织 这个要讲 1918年大流感 大家如果不知道了 可以去研究一下 在1918年 有一个全球性的大流感 跟今天中国的情形非常相像 那个时候 这个大流感叫做 翻成英文就是 西班牙大流感 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大流感 现在完全证明 是从美国 Kansas State 也叫Husky County开始的 而且那个时候 经济状况 中国跟美国 美国那时候的境状 跟今天中国的境状况 很相像 就在起飞的时候 1800年底 跟1900年初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 大起行 大要紧 那个时候 而且正开始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经济 美国的消息封锁 因为他们 这个大流感开始的时候 他们以为害怕 是德国的深化作战 所以美国也有封锁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 没有传出去 很多地方不知道 而且这个大流感 也是从 Kansas开始之后 经过真兵 经过新兵训练营 然后到了费城 跟波士顿 海军集结地 把这些兵 从美国运到欧洲战场 然后把这个细菌 带到欧洲战场 然后在欧洲战场 造成德国跟英法联军的 大灾难 很多人生病 而且死亡 然后这个大流感 一直这样子传染 大概15个月 绕了地球一圈 在那个之后 因为一开始 美国人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病 结果后来研究出来 是大流感 那个时候最有效的 组织是军方 所以美国陆军跟 John Hopkins医院 跟Rockefield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联合起来 找出这个病因 然后从那之后 就是美国公共卫生的起始 战胜了 从那时候发现 这个细菌公共卫生 对这个社会的冲击 比任何经济战争都厉害 而且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在美国 基本上来讲 它有成立的 非常健全的公共卫生 追踪网 所以在任何一个小地方 如果发生有这种 可疑的病菌的时候 要分层报告上去 一直到联邦政府 这个东西 地方政府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 人力 资源 组织 所以这个需要 中央政府来做 中央政府把这个责任 就交给叫做FEMA 就是紧急急救救中心 它在美国有十个区 每一个区有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可以调动 所有美国中央政府的资源 包括军队 警察 国民兵 跟公共卫生 跟所有的医院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让中国做一个 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立项 因为中国这么大 人那么多 完全靠地方恐怕也不行 所以还要 但中央政府也管不了这么多 所以要给它分层负责 然后在军队里面 我们在陆军 我们的医疗部队 就是我的大部队下面 我们有兽医 因为所有的细菌 跟兽医都有关系的 我们有兽医团 我们有公共卫生 我们有医院 这种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 中央组织里面 然后好好的有负责 分层负责 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战略救济物资的储存 有很多东西你来不及 当时你需要的时候 到处找不见得有 所以在美国有这个叫做 Strategic Stockpile 就是战略物资的储存 在美国每个FEMA区都有 这种储存的东西 包括什么呢 民生必需品 食物 饮料 还有就是医药 医药的药跟医药的口罩 氧气 那些你临时找不到的 这些一起加起来之后 就是要全方位的 这个你把一个这个成 一个是天灾 人祸 细菌 发生了之后 你要进去救援的话 不是一两个单位 都可以做成的 这是要全部 全方位 互相要有分层负责 要非常清晰的指挥统育系统 还有联络 通讯 还有就是要不断地演练 然后不断地要在里面求取 教训 经验 然后继续给它 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形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天灾 人祸 跟细菌传染这种东西的效果 跟它的那个细节都不一样 所以我说这些很多东西 很复杂 很大 但基本上来讲 就是要预防 要准备 临时抱佛脚 我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张将军 介绍美军内部防疫的一个情况 有趣的是 这一场防疫战争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在中国也被习近平主席 称为是人民的战争 而且出动了很多的解放军 去支援 包括了防化兵 刚才您提到 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以为说 这是是不是在搞生化战 生物战 这一次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阴谋论 表示说武汉实验室 泄露出这病毒等等 稍后或许我们可以请教您 不过我想先回到医疗外交 因为您过去曾经有在美军 陆军当中进行医疗外交的实地的经验 那么这一次我们其实看到 国际都很希望能够帮忙中国 包括美国的国务卿说 他希望美国能够提供 多达一亿美金的资金 那么美国的卫生部长也说 美国早就准备好了 要派遣专家团队前往中国 但是好像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并没有准许美国的专家进入武汉 或是中国去提供相关的协助 你怎么从医疗外交的角度去看 现在目前国际专家 当然我们刚前面新闻提到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22号抵达武汉了 但是美国的专家 好像现在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您认为美国能够提供实际专家 到武汉当地去看 还有国际的所谓的医疗外交 能不能协助中国来抵抗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疫情 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协助 这种东西我是可以了解的 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 现在非常缺乏战略互信 互相不信任 经过一年多的所谓的贸易战 两国之间的信用 互相互信的基础 有被侵蚀 所以如果互相不能够信任的话 你就不会完全接受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就很怕 尤其在国际 现在中美两国是两个战略 竞争伙伴 然后这个竞争伙伴 可以这样讲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各方都非常小心 这个我是可以了解的 因为在我们当时 我们做很多医疗外交 有一方面是人道关系 另外一方面也是互相取利 这个东西最基本的一个 到别的国家去做这种外交的时候 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要建立信任 因为你要注意到当地国情 当地的文化背景 还有很重要就是当地人的心理 他们有个人 每个地方人都有尊严 不管他有多落后多穷 但很多国家他们有基本的尊严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 就是怎么样子 以同等地位的态度 跟他们联络 建立信用 像很多计划 可能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 才会得到对方允许 我们这样做 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要得到当地医疗 这个社会的医疗专家们 跟他们医疗方面的支持 因为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 我们做没有用的 就是中国人讲说 你去到别的地方去 要教人家怎么去捕鱼 而不是去给人家鱼吃 这个东西我相信中美之间 现在有缺乏互信 所以要叫美国专家 就是说我过来帮你忙 这个大概可能比较不太容易 而且中国基本上 医疗方面也非常进步 研究方面这些点很方便 也非常进步 所以我相信在两国之间 可以有很多地方 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了解 因为这个东西在美国也很重要 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也可能会发生在美国 这个像那个前几年Ebola 在非洲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美国也很害怕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在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 已经花了15个月 这个那时候的那个病毒 绕了地球一圈 但是今天大概花不了15天 这个任何一个病菌 在地球上任何角落 都可以把地球绕一圈 然后因为交通发达 人民交往增加 所以细菌无国界 我相信这个 以后我希望中美之间 能够慢慢建立起这种互信 其他的政治 外交 经济不讲了 只要在公共卫生方面 我希望两国能够 这个非常互取利益 而且互相能够学习 对大家人类 对自己本国也有利的 我希望能够慢慢慢慢 建立起互信 然后交流 好的 刚才张立平将军 跟医生特别提到说 中国现在暂时不让 美国的专家进入武汉 可能是因为这个彼此之间 有战略竞争的这个想法 还有一些大国的尊严在里面 但是引发了另外一种揣测 就是因为讯息太不透明了 包括了一开始 连医生警告都被压制下来 导致现在很多传言出来 包括了说这个不透明的情况 不让美国专家进去 是因为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武汉 就是连到之前我们讲到说 很多的传言说 这次的病毒可能是人工合成的 当然这只是传言 包括可能是从也在武汉 所在位置的P4实验室 还有疾控中心当中 做蝙蝠的研究 有可能是 刚刚你也提到 1918年当时大家也以为 这个大流感 是不是敌方的这个生物战 你怎么看 在这样一个讯息 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所流出来这些 有关于阴谋论的传言 究竟有没有可能是中国 在实施一些秘密的研发 而不想让外国专家支出 所以还不让美国的专家进去呢 您的看法 这个我不可以乱讲 因为我也不是很详细知道内情 不过基本上 据我所了解来讲的话 现在现代的国家 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家都记得 双方都用了很多化学物品 化学战 结果动了两败俱伤 你化学战两败俱伤 这个细菌战更不可收拾 因为这个细菌 你没办法控制它的 如果细菌 如果你如果作战双方 一方想用细菌 去攻打隔壁对方的话 你到最后来 会搞得你自己也一样 因为这个 这个很难控制的 所以在现代化的国家来讲的话 这个可能性做生化战 这个可能性比较少 但是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做 就是疫苗预防 因为这个coronavirus 用来做疫苗的可能性 当然会有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是觉得完全是非常糟糕的 这个研究做生化战 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但是有没有是因为 生化研究而出问题的可能性 当然不可以 就是在最进步的国家都有可能 所以中国大概应该 如果有很多生化研究中心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要再去 回去考验一下 他们的安全设施 这个人员的管理 这些控制 不只是硬体 包括软体跟人员的数值 中国的硬体非常好 大家都看得出来 不管在任何一个方位 高科技方面 但是我现在需要追上去的地方 是很多软体 软体包括什么呢 组织 责任 人员训练 演练 跟着不断地杀盘演习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给中国的一个 学习的重点就是 我们现在要开始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为满 更好 这个是不是阴谋论呢 我相信最后历史会做决定 因为这种东西都像 掩盖不了的 这都有这个东西掩盖不了 因为所有的细菌现在都已经都出来很多 和带到全世界各地 只要一研究这个细菌的基因 有人讲说基因有人改变什么东西 基因有自然的突变 基因突变 但也有人工的突变 这些东西 现在的知识是可以把它分析出来的 好的 感谢张立平医师 我们在网上有一些网友跟我们留言 我简单念两个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念完网友评论之后 我们先进到下半场讨论到时候我们来综合 来回应一下我们今天留言的这个网友 这位高碧红这位网友他说 该封锁的时候不封锁 封锁的时候前期后勤又没有保障好 那么武汉的人民只能够牺牲了 这不全是疫情的缘故 习近平治下统筹能力 指挥能力 还有处理细节的能力 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他认为不够 是历届领导人里面最差的 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 还有一位Signy这位网友他说 他认为他个人认为说不让美国的专家去 是因为怕这个中共造假和掩盖这个病毒来源的真相 他说不信任的倒不是主要的是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 因为时间关系这位两位网友的评论稍后 我们会请张丽萍将军张丽萍医师在综合的 在节目的后半段跟我们回应 不过休息一下之后回来要带您关注的是 现在连解放军的内部也出现了感染情况 究竟解放军内部监狱还有甚至是警队内部出现集体感染情况 是不是曝露出防控还有漏洞呢 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讨论